小狗 不在 要当妈妈了 都比都长大了 眼睛轻轻的 当妈了 这条小狗是我们从小 看到它从小长大的 现在不到一睡 都当妈妈了 肚子都越来越大了 眼睛轻轻的 以前夏天的时候 你们也看到有两条小狗 还有一条小狗叫花生 它现在因为好像太调皮了 就被主人用绳子扇在家里面了 就它天天出来 在我们这里吃好吃的 我夏天的时候做过一次拔丝香蕉 做失败了 今天我就想挑战一下拔丝 山药 山药你们都知道山药很有营养 所以说今天我一定要挑战一下它 看能不能拔丝成功 山药已经准备好了 然后还有玉米淀粉 白糖 但是我现在少了一个虾皮器 之前管督哥和柚子他们做的虾皮器 已经生锈了 所以今天我打算重新做一个 做虾皮器是要用到木头 然后还有铁皮 然后还有铁皮 我是一般可以就可以用易拉罐 还有气罐 我用的是这个气瓶 先把剪刀把它剪出一块铁皮来 我用这个气瓶 现在已经用完了 如果没有用完的话 估计就要爆炸 好 现在把它剪开 好了 已经做成功了 已经做成功了 刚刚我做的这个虾皮器还挺好用的 你们在家里面没有虾皮器的时候 也可以这样作用 真的很好用 然后大家在弄山药的时候 最好还是戴个手套 因为很容易过敏 痒的会一发不可收拾 真的超好用 看 好了 已经削出来了 先把这个山药切成小对 水开后把山药放进去煮一会儿 现在把煮好的山药装到清水里面 清洗一下 现在裹上我们的玉米淀粉 加一点清水这样裹得更多一点 好了 好了 下入山药 小火先炸一点 下入山药 现在捞起来等会大火再炸一点 然后一下 巴黄 入山药 加入 stitch 面煮 牛骨 放骨 现在用大火把它杂质微晃的时候就可以起锅了 下入白糖 加一点清水 现在已经大泡变小泡了 就可以下入我们的山药了 你们看 现在都已经感觉到拔丝的感觉了 感觉这是要做成功了 你看 已经做好了 现在来看一下能不能拔丝 你们看 可以拔这么长 你看 这么长的丝 你们看 好饿喝 太好吃了 你们在家用山药也可以搞一下这个拔丝 山药 叫死我了 你们看这个 这丝把的好长 笑死我了 终于做成功了 但是现在这个山药有一点点 就有一点太大了嘛 就吃到嘴里面 我不能用力的咬 咬死没好 但是真的超级香 你们可以自己做来试一下 好大呀 哇 这么久了 你看放了这么一会还可以拔丝 太神奇了 给你们 好了 这期的视频到这里了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